整班自稱流亡的雀草份子說 去到外國要大搞國際線 都來到2021年12月 我們不如看看他們的國際線有做了些甚麼 大家好我是黃遠康 歡迎回來James Tone 康體通 今天講一下整班逃亡份子去到外國做了些甚麼 看看他們幻想之中的國際線還存不存在 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新界主場NTT Media 還有WhatsApp 5608 1508 日後有新片就會即時發送給大家 大家做好了就開始了 早前許智峯就在社交平台上煽動香港人做消極抗爭 呼籲未來12月19日大家一於躺平甚麼都不要做 他叫這個計劃做漁水計劃 漁不漁水呢我就不知了 但那個post就引來了600多個share 而因為轉載人亦都是犯法的 所以廉政公署之後拘捕了兩男一女 廉署當時都說不排除還會有人被拘捕 直至幾日前 廉署通緝許智峯和邱文俊 根據廉署早前的調查並且根據程序向律政司證詢法律意見 認為有足夠的證據向兩人作出檢控 廉署亦都指出因為兩個人已經離開香港 他們向裁判法院申請首令通緝兩人歸案 並且獲裁判官簽罰有關的首令 他們兩個身處外地就極其囂張 例如身處在英國的邱文俊就在社交網站那裡回應說 廉政公署若喝咖啡一事 他暫時的回應是 直接無視廉署的決定 繼續在外國逍遙自在地生活 難為了被拘捕的網民因為他們一言兩語的煽動 真是被ICAC請喝咖啡 問題就來了 到底是不是他們身處在外國 我們香港政府就沒有他扶 在2020年澳洲和英國都分別宣佈 暫停和香港的引渡協議 而他們就似著有大佬的撐要在社交網絡亂講話 問題就是一班沒有後台沒有資源的黃絲 又用了甚麼方法面對著草之後的生活呢 除了這班頭目份子之外 還有一班人著草去外國 而這班著草份子還在社交媒體開了很多圍勞群組 美其鳴是延續所謂的國際線 但實際上他們又做了甚麼呢 近日就有愛國組織和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在倫敦唐人街爆發流血衝突 話說11月27日有多個英國愛國團體 在倫敦唐人街舉辦反歧視集會 當中還有很多組織曾經登報支持港區國安法 而當日就有一班移民了去英國的香港人 質疑愛國組織並不是進行反歧視活動 而是利用反歧視活動進行的大外宣 我就不明白了 為甚麼愛國組織舉辦反歧視活動 就是中國的大外宣一部分 相反有色人種大搞暴力示威 又是真正的反歧視活動呢? 習會主辦單位的發言人就說 殖民地時期香港人的生活備受歧視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政治自由 相信這個問題大家都不陌生 我占士講到口都臭了 而英國早前又白發針對亞裔人士的歧視 人權老大哥又對中國徵收貿易關稅 形成新冷戰的局面 而發言人亦都強調中國從來都沒有想過取代人權老大哥 希望西方國家不要再發起反華行動 強調我們的國家一直都是走著和平崛起的策略 不要對亞裔人士有仇視的心態 反戰組織Stop the War Coalition的專家Kaye Hudson 就指責英國軍事挑釁中國 當中就包括派出軍艦去到南中國海 所以質疑如果是我們的國家派出軍艦去到英倫海峽 又會發生甚麼事呢 而不知是甚麼發言踩到這班疑英港人的尾巴 他們突然之間就號召疑英港人搞了一場在英國的和理lunch 最終集會 大家應該都記得和理lunch最高峰的時期 雙方都各自集結了50日 當時主辦團體之一的監察組 The Monitoring Group的總監 Sereesh Groover就在活動開初發言時表示 今次的活動是要和平 呼籲民眾不要被人挑釁 又指出活動是關於人權 而不是政治 主辦團體總監的說法 就等於暗示當時在場是有人挑釁 那麼挑釁是甚麼人呢 相信答案都不言而語 活動結束後 雙方突然爆發肢體衝突 兩方幾十人在街頭群毆 集會舉辦方和和理lunch雙方都有損傷 後續的事就留給英國的警察處理 而我詹斯就觀察到一個問題 整班疑英港人說要去到英國繼續搞國際線 除了好像許智峰班人出了一張嘴之外 又聚集到有多少人呢 今次英國的事例證明他們的號召力就只有50日 根據英國內政部發佈的數字 截至2021年9月的第三季 整個BNO5加1計劃 現時累計申請數字已經增加到接近9萬日 我們假設近期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都是為了逃避香港的政治環境的人 接近9萬個移民 接近9萬個所謂國際線的手足 最後真的要叫馬都只有50人 到底這條國際線又有多厲害呢 可能你會說 詹斯不是這樣說 9萬人可能遍佈全英國 只是倫敦被他們叫到50人 實力是不容忽視的 但是我們看看一個實際的問題 如果他們再在英國搞事的話 到頭來只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站在英國本土居民的立場 突然之間周邊多了那麼多香港人 某程度上必然會對他們原有的生活造成影響 之前就有移英的港人分享 去到英國找了份工 他很努力地用香港打工仔的心態去做事 但是偏偏別人英國人就不稀罕 繞了一大圈叫他不要月級工作 不要OT那麼多 這個除了是職場上面的差異 更加是突顯了香港人和英國人之間的文化差異 也就是說可能對於大部分的英國人來說 他們未必是這麼歡迎香港人的到來 再加上本來就存在的反華文化 如果這一類型的流血衝突繼續發生 你猜英國人會幫哪一邊呢 本來愛國組織就存在在英國 而這班黃色未過去英國之前 從來都沒有發生過流血衝突 到底誰才是搞事的人 我想英國人自己都懂得判斷吧 但是我更加相信英國本地人更加是兩邊都不會幫 希望最後只會令到反華情緒更加高漲 最後受苦的不是又是黃皮膚黑頭髮的我們 希望這班人著草就著草 不要幻想這個世界真是有些什麼國際線 這裡是新界主場NTT Media 我是黃遠康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在哪兒 我們下期再見